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女主角 從一開始電影的開頭到中間 一直到最後她的臉部的表情有沒有什麼好看 她之前其實如果大家仔細看 她從頭到最後之前幾乎都沒有什麼笑 都是很嚴肅的 欸怎麼把錢花掉 那個兒子的房子要給你們住啊等等 但是到後來一直到怎麼樣 他們坐在火車上的時候 電影開始覺得風景很漂亮 然後兩個人喝一些紅酒 她說哇我覺得好舒服好慌懷 慢慢把這個情緒把它放開了 當然她跟她老婆也有另外一次的一個交流 原本以為她想要的並不是她真正需要的 而是她原本的她才是她真正適合的 然後一直到最後他們去買莊園也好 離她老婆就一起 然後假裝說他們是這個退售的 歌曲 歌曲院的這個會員要去買這個豪宅莊園 那當然她老婆因為本身不是這個演員 而且沒有這樣試過 所以很緊張很害怕 那她老公其實 為什麼他們最後沒有買老公跟她說掉頭回去 為什麼 大家有多少錢 有錢嗎 沒有錢 還有嗎 因為她老婆很忙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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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可以仔細看他們在車上的時候 她老婆就已經很緊張很緊張 一直 有點呼吸不過來 而且她說 老公跟她說一次會比較緊張 這很正常 那老婆怎麼回答 我說 如果我能夠度過這一次的話就好 所以其實她知道她老婆非常非常緊張 一直擔心說害怕騙人 因為老婆本來就不喜歡騙人 都很中規中矩的 一下子要說去 裝說要去買這個豪宅 當然是裝不出來 那老公的確也很細心 也很貼心 知道她 老婆願意為她這樣犧牲 然後反正傳統這樣騙 這個好像要買豪宅 但是最後也是體諒說 老婆其實自己心情太緊張 進去其實對她也不太好 所以她就叫她回頭 所以她的ending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那老公公她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好那我們現在先下課休息 各位同學人